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板这行云流水的飞饼技巧真是让人挪不开眼啊 飞饼的表皮是绝对酥脆的 内里的馅料是软软落落的 吃起来油润且不油力 并无数时刻为之倾倒 你准备好与它相遇了吗 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美食推荐官大洋哥 那么下面由我来介绍这道美食 它是咱们四方平夜市的芝士玉米粒 芝士和玉米粒的搭配啊 实在让人无法拒绝 实属神仙搭配 先用黄油溜锅 再加入新鲜的玉米粒 白糖再放上芝士和炼乳 超长的拉丝 上面裹满了玉米粒 给人一种十分震撼的感觉 而且我们在现场等待制作的时候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香 不到15元的价格 可以让两个人吃饱哦 哈喽哈喽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美食推荐官珍珍 今天为大家推荐一款美食口膜虾滑 第一次吃到她家的口膜虾滑 真的有惊艳到我 虾滑和口膜的搭配非常奇妙 把虾滑塞进口膜中 通过铁板监制 最后淋上一层店家秘制的蒜蓉酱料 就出锅了 一口咬下去鲜嫩多汁 简直太好吃了 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的美食是 大牛芒牛肉串 大牛芒牛肉串之所以备受大家的喜爱 食材新鲜是她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每天下午三点之前呢 她会将当天晚上要用掉的所有食材都准备好 先切 先烤 先串 再配上他们家自制的一个秘制的 调料水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的牛肉串 已经被烤的焦酥里嫩焦香牛油的了 再最后一刻撒上辣椒粉等等的配料 吃在嘴里那就一个决绝子呀 方言王去现在的食客已经多起来了 那么我们去采访两位现场的朋友吧 大哥您好 请问您是住在四方平的吗 我住在四方平大概住了将近二十年了 将近20年了 那我想知道 原先这个最开始的 四方平夜市 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原来这个地方是一个菜市场 一个龙帽市场 您对我们现在的这个 商贸城的夜市 有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啊 我觉得在这个改造以后啊 我们的这个市场啊 已经越来越热闹了 已经成为了我们长沙市 的一个网红打卡地 小美女 你现在手上端的是个什么呀 椰子 哦椰子啊 哦这个椰子长这样是吗 是的 今天和谁一起来逛夜市的呀 妈妈和爸爸 哦你们家住在这附近吗 我住 那你们住哪里呀 七备城 七备城啊 兴杀的 这么远跑过来吃东西啊 喜欢这里的吃的吗 喜欢 哇你太可爱了 您是住在这个四方平附近的吗 我是来旅游的 哦来旅游的 您是从哪个地方过来的 河北 哦从河北过来的 喜欢我们长沙的这些美食吗 喜欢 喜欢 哇你今天太漂亮了 哦特别喜欢我们夜市的 对每个夜市的一些吃的 比较喜欢美的一些东西啊 刚刚那个拇指生煎包挺不错的 哦生煎包挺不错的 哇大老远的 喜欢长沙这个城市吗 挺喜欢的 也挺喜欢的 哎呀好的好的 谢谢您好 诗景长相 聚拢来是烟火 摊开来是人间 在此承邀您和我一起相约四方平 邂逅属于你的美好 哇 哇 中文字幕——YK